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有一個五合一疫苗 那這個其實大部分主要是 小朋友在打的 就是嬰幼兒 那它主要是可以防 像有白猴 破傷風 白日殼 小兒麻痺 還有B型視血感菌 那這些大家可能覺得 好像不是 感覺不是那麼常聽到 主要是因為這邊有很多病 其實因為疫苗施打非常的好 現在台灣已經幾乎都沒有疫情 像第一個像白猴 大家 我們這個年代 應該都沒有碰過白猴 對 人都很小頻道 如果我印象中 台灣應該是差不多 四十幾年前就一個case都沒有 它是一開始 當然是會有一些呼吸到症 那它會有白猴 是因為它會造成我們身體 會有一些纖維化 那看起來就是白白的 那它其實可以造成阻塞 那在早期的時候 以前沒有疫苗 其實致死率是滿高 那後來是因為發明了這個疫苗 打得非常好之後 所以現在就是完全沒有這個病 絕肌了嗎 不能算絕肌 但至少在台灣是沒有的 不在犯 對 很少 所以如果有 或許是可能有 沒有打疫苗 或者是它的抗體 抵抗力非常差 然後可能出國感染到 然後再回來 那白字咳的話 其實反而是比較常見 但是呢 大部分人大概 比較沒有印象 是因為 它一開始的症狀 跟感冒非常的像 就是上呼吸道 咳嗽大概在兩週之後 它會引起很劇烈咳嗽 那通常會有一個 比較高頻的呼聲 如果這個病人 大概已經咳了兩週 那咳嗽越來越劇烈 而且發出這個聲音 那有時候會咳到會痛的 那咳到痛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容易 會變激露性 可能會嗆到 就變激露性的肺炎 對 那所以白日咳這個病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第一 它剛開始前面的時候 你不會想到是白日咳 因為它跟感冒就太像了 所以可能要等到就是 真的 比如說後面 再出現這種劇烈咳嗽的時候 我們才會比較去想到 但是好處是它有藥醫 它有抗生素可以吃 所以你只要正確的用藥 其實是很快就可以好的 那重點是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打這個疫苗呢 因為它對嬰幼兒的致死率 其實算對相高 大概可以到5到10% 所以尤其是嬰兒 因為我們的嬰兒 剛出生的時候是沒有抗體的 那除非如果它的媽媽 在懷孕後期間有打的話 打這個疫苗 它可以傳一些抗體 給這個嬰兒 但是老實說 大部分孕婦都沒有打 所以嬰兒在兩個月 它滿兩個月 它才會打第一劑的 五合一疫苗 在那個之前 它是沒有抵抗力的 但是偏偏我們的身邊 有可能很多人 就是會感冒什麼的 所以這時候如果 譬如說我媽媽 我就覺得我感冒 那我可能就不喜歡 傳給小孩 那如果小孩得了之後 她的重症機率 就是大幅的上升 一般來說 我們對新生兒發燒的 我們都會非常非常的小心 像我之前有碰過一個案例 它就是 一個新生兒回家 就媽媽在醫院生 那阿嬤一開始 就是覺得她自己感冒 那你知道有些老人家 她也不會有那個 要戴口罩 尤其是COVID之前 大家都沒有那種 感覺覺得說 而且你如果 她說你不要靠近 她還想說 你是嫌我髒 還是什麼 你知道她媳婦 可能不敢講什麼 那果然就傳給這個小孩 所以一下子 大概不到兩個 應該是不到兩天內 就一下子變重症 Baby傳到 是不能呼吸 來急診 我們是直接插管 送加護病房的 那因為我們很早診斷 所以用抗生素 是有 當然就是很幸運 有救起來 但是這個並不是一個 很少見的事情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 為什麼會建議說 如果家裡有新生兒 如果媽媽孕婦會建議 在後期打疫苗 然後旁邊會接觸的 人都會建議她 最好再去補打 因為這個疫苗 大概差不多十年 大概我們身體的抗體 就會下降了 所以我們會建議 比如說像阿公阿嬤 如果要帶孫子 或者是保姆 或者是像幼教界 老師這些脫印中心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他們其實是要定期的 去補充這個疫苗 是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大人打的話 他也是可以公費就對了 不能公費 這就大人打 就變要自費了